这手还不忘了 不忘了三手 这个就是扶杀 不管怎么地 咱属着这是一分缘分 霸一霸气又微舞 左边画龙又画虎 这一上来又是送钱又是送手似的 认谁谁受得了这样似的 看看给咱们大妈乐的 手都忘了松开啊 这是一条裙 你太好看了 民族服装 民族服装 这条裙子也是吧 裙子也是 平时又喜欢穿这样 穿这种民族服装 对啊 真好看 这种好看 我们要看钱伸钱 这小便自己脆一点啊 对啊 真好看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就瞅人家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 头发的辫子又是不拘一格 大妈这一身打扮 还真是个妥妥的大美女啊 现在看着都是身姿错语 那年轻的时候更是风情万种 这要是给大妈碰见了 估计都没多少好汉愿意上梁山了 都是 你看墙上贴那些 那墙上贴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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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的 我觉得哪个能吹一口 比较好吹一点 我觉得超越了 天天就没事 就吹一会儿 加到的 收拾 我们有些事 那有这份爱的 对 看还有什么 把音响还能唱出 真是壁虎掀门帘 小露一首啊 大麻不仅在穿着上是讲究的不得了 而且这会儿一进门 说起人家的性格爱好 那还真是吹拉弹唱弹唱跳 样样都精通 鼻子吹得是婉转有氧 连歌声都是清脆玉耳 真的算上是含香子吹笛 不同凡响啊 这是这个心态吧 就是心态好 就是你想玩啥你就玩啥 爱好啥你就玩啥 是不是 就跟你这边生活富裕不富裕 多大房子 有没有钱 这都没关系 是吧 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就自己心心开了 那你说现在生活 你也没啥复杂的 你说是吧 你不是开心玩吗 就怎么高兴怎么玩 大麻说的话 确实是在理啊 一个人如果总是忙于算计 心里装的事情肯定会多 那么整天都会焦虑紧张 面相指定是不可能年轻的 但要是像大妈这种开朗 活泼的性格 知故而不是故 就算是想长皱纹 皱纹都不知道 如何上人家的神啊 咱是为啥都在江边啊 因为我在江边装着 在他做面啊 在哪有一个专门我做倒立的 那个架子 专门做倒立的架子啊 一会你看看就特别有 哎呀 行啊 在哪呢 就在这儿 下了就是 你比如说来江边 除了做倒立还干啥呀 在这儿就捐扭尖了 就这样的事儿呢 啊 原地就这么没 那你做这个是干啥 你也应该做这个收腹 啊 收腹体肛就肚子就没了 收腹体肛就肚子就没了 你是觉得我胖啊 不是 我说收腹体肛就没了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强到手里抽刀 胆子大呀 大爷这是醉梦之一不在酒啊 嘴上说着是减肥身体好 但这有意无意 却是把毛头指向了红娘 还好咱大爷反应快 不然这一上来就得罪了友军 这接下来的相亲就不好说了啊 我母亲上个月 因为啥我心情特别不好 上月23号上进了院了 哎呀 过一杯了 报名 报名是我母亲给报 背着我报的 啊 母亲给报的名咱是 母亲报的名 背着我报的 母亲就是希望 咱也找个伴 那母亲为啥去青老院了 之前是跟母亲一起住吗 是跟母亲一起住 一直住 那我想知道 就是母亲同意去青老院吗 她愿意 她本身愿意 她说我写的净了 她说你这个对象赶紧找 我在家我看来是根本 你这个对象找不着呢 就是母亲就是自愿去养老院 就为了给你找对象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可可泣啊 说起大爷这次上台相亲的原因 那人家还真的是被迫妥协 毕竟老妈都为了自个的幸福 主动去了养老院 人家要是再不加油出把力 那是真的对不起年事已高的老母亲 一想到此处 大爷心里就不是自慰啊 不过只要咱能成功迎娶老伴 那才是成全了母亲的心愿啊 大楼 还直到那楼 大哥就出来了 哎呀 这怎么满天啊 刚好 开门是英姬 这个灯打着 门灯打着 这是张凤雄张大姐 然后这个是孙岩生 孙岩生大哥 孙岩生挺好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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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行 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看看给大爷着急的 这人才刚走上楼梯 大爷就在门前笑脸相迎 两个人一见面握手 大妈这头是心里小鹿乱撞 脸上是满满的害羞知乎 印象还行 大爷那边也是表示演员不错 似乎万事开头难 就看人家接下来的相处了 你咱不管成不成 再咱留个记忆啊 谢谢谢谢 这是鼠年吧 特殊 因为是四二鼠 它是头一鼠 这是收藏说明鼠 一个是金银炎的 祝你后半生 谢谢ing sing 谢谢老师 谢谢三个 他已经见面没有领点 我打着门呢 他给见面领点 谢谢 这是两句话 在握手 谢谢 谢谢 你听我一下 我画面修完 这第三句话呢 我没想到就是说啥呢 还有这么 我比较感动 因为昨天他说 我打车签 他给我打车费了 这个打车费 一拿到这的时候说 说他们这么大付出 另外昨天他也看到了 我哥三个盘子得随我 他们认可 各个投下去买几瓶宽泉水 我这水也不喝 你说不喝你的肚子 我给他准备水果 他们也不吃 是不吃 所以就说啥呢 我也感谢这个主子 不管成不成 对对对 不管成不成 就说啥呢 感谢他们的心情付出了 就是要把心情付出 真是乌龟半走足 憋不住笑了呀 大爷这豪横的程度 咱先放到一边 就瞅大妈手刚要急过去 急过大爷那边却猛了一台 属实是给红娘憋不住笑了 咱还以为大爷是变卦了不想给 瞅瞅给大妈尴尬呢 估计都能在心里抠出个三十一听了 不过一码归一码 这礼物都送完了 咱还硬拉住人家不撒手 再相亲成语不成三且不说 但大爷也是享受完了 这手还不拉住了 还不撒手呢 这个就是说啥呢 不管怎么的 咱数到这是一份缘分 这个太热情了 这个好像很少见 就常不常 点多有的是送你一份 送我一束花的就完事了 这个礼物有点就是 给我点就有压力是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爷一见面 就送出了金银这种昂贵的礼物 虽然说人家是心意满满 但大妈心里确实压力山大呀 毕竟这亲事要是成了 那肯定是一种美事 不过要是这亲事没成 这到底要不要还回去 想想就有些难办呀 下过两次乡 是第一批筹回来一批货 直接筹到化工厅 在化工厅公司 学工艺流程管工 这也就是决定了 咱说我这一生来讲 从那样开始 就是说什么都好 我修这个电灯 你没看吗 一个闭火空了一个 为了省电 咱说我就开一个 这个是红的 接电啥的 大哥都会 而且那个厕桌呢 是我铺的 我一天待不住 行啊 挺快的 去放哪里啥也不慧 啥也不慧 啥也不慧 这句话呢 是吗 这就像个正点 姑姑认识一样 两个人一坐下身来 大爷是主动介绍 起自己的职业经历 人家并不是说 自己吃过多少苦 做过多么大的事 就是为了突出 自己在家里的地位 别说家里灯泡啥的坏了 就算是下水到堵了 对大爷来说 也完全不在话下 大妈一听心底 对人家的认可 又提升了几个台姐啊 家务啊 做饭啊 就是两人都干 别有的 有的那个拿着找 就是你过来 我把饭过去扔了 就归你了 就像那个娶宝伍似的 我还不想那个 过那种生活 因为大姐之前 在前一段婚宴 就家务活啥的 就是我就 她账务啥的 前一段我 我就是当了三中年保姆 就是从来没人给我吃过饭 你收拾屋子我擦地 就是两人的家 两人付出嘛 对对对 那不能一人付出 一个想上滚 是不是 你想到一块去了 做饭两人必须一起做 再说一饭 我给你打个下手 再说我做饭的时候 再说一饭饭个米 你递我个勺炒菜 你递我勺了 不行火上你递我勺 这很很有意思 这个本身就是 两个人交往感情的事 这个人在说 两个人在一起干活 感情会越来越深的 就是我这个想法 其实挺简单的 我要求不够 我也不是说要求 你把工资卡必须交 我不交我不行 我还不愿意要工资卡 我还不愿意 那个操那份鲜息 你就不要饿了啥的 哎呀吃你的住你的 花你的 另外他不要工资卡 这个本身在讲 他对我就是一个愣 这个人 这样的人很少 世间万般兵刃 唯有过往伤人最深 大妈表示自己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是坚决不找那种好事 懒惰的男人 心里面就是想着找个保姆 家务活啥事 全权交给对方 弘扬一听也是向大爷解释道 先前大妈的感情惊烈 可谓是吃足了苦头 毕竟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肯定不能一个人坐享其成 就是我大爷这边坑乡有力的回答 那指定不是这种任由媳妇吃苦的人呢 我有个老孟姓 已经近90岁了 而且 17年前一根本头不没有 他走了 走了 但是实际按照来讲 他不愿意走 就为了找对象 不是走 是去静老院了 去静老院了 这得说清楚 要我说 要我说 不行我说话太多 不行我说话太多 是是 解释一下为啥大娘去静老院了 他为啥去静老院了 就是说啥 害怕影响找对象 感觉到 因为有些人吧 真是说啥 以前处几个 都是因为老人 他不愿意跟老人在一块 我就是通过这件事 他对我也超出了心 提到母亲 大家可能 我对眼泪 是是 这第一个 我不能再说了 好 因为要我的想法 这么大岁老妈 我就念头 我不找老伴 我就得不给 给老母亲养老送种 这不我俩人谈的挺好吗 大姐就提议想看看你 来静老院 是你呀 哈哈哈 我也不会说了 是我 想想吗 挺好的 哈哈哈 很漂亮不 哈哈哈 所以 很漂亮不是主要的 对 你们俩能够好好地 和和美美的 这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皆大欢喜呀 相亲眼看临近尾声 大爷也是到处实情 表示资格上头 还有未年迈的老母亲 虽然人家为了资格的婚姻 甘愿一个人在养老院度过余生 但大爷指定不可能任由母亲吃苦 向大妈交代实情的原因 无非就是希望人家可以接受老母亲 以后几人一同生活 没成想大妈一听你是当机同业 还真是美美滋滋啊